由於胡議員要趕回去開會,他會先離開 所以我們首先提到兩個至三個問題 是想胡議員探討,然後再質疑一下 誰想發問?有沒有人問胡議員? 先問胡議員,先問胡議員前教 雷動升立雷動計劃,你的見解是怎樣? 我想問你會否覺得是一個社會動員的狀況 除了他的幫法,不是你所說的可能有些增長? 謝謝 如果雷動升立是想做一個社會動員 鼓勵民主派的支持者,運用自己的智慧 把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資料之後,作最後判斷 這個就是有常態來的 我想這麼久以來大家做的立法會選舉其實都是這樣 我們很需要有一些朋友 如果大眾記得的話,上幾屆的立法會選舉 到最後可能是陳日君書機出來呼籲 所有的在民主派支持者,一定要投票 有些很重要的重量給人出來呼籲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都明白,應該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去到雷動升立,他在想的事情 以前就說,他覺得透過這一套機制 是可以有一個叫雷霆救兵的情境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是 我是會很有興趣邀請大教授,應該要做一次選舉 他真的在前線做一次選舉的話 他可能會知道自己這一種的想法 在實際上的主境裡面是很難執行的 執行的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分不到,到最後這些訊息 是可以有幾何可能的情況 我舉個例子,如果你說得很慘痛的教訓的話 舉個例子 你用上一屆,可能國區有很多民調走出來 這些民調最後可能會是推動頭過籠 頭過籠,我們結果新界西輸了一席 港島也輸了額外的一席 這些頭過籠的狀態,我們以前民主黨都試過 零四年的時候,都輸多了一席 我自己覺得,來到今天 鼓勵民主派投票是好事 但是很刻意去做 真的有一點點有心栽花就花不花 你要信無心插柳扭成音 所以新界東上次認同席 有一點點都是無心插柳之下 就吃了形勢 然後就剛剛好硬贏了這個 最後那一席,總之就是阿凡威贏了 還有呢,也都很老實就是說 在聲納計劃裡面,到最終你都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在裡面的人,其實他始終投票一定是認同的 我不是很相信一個人會覺得 我閉上眼,譬如舉個例子 今天如果是民主黨,林志偉,要人救了時間 可能在聲納裡面很多朋友都會不救我們 都不明白的,不知道的 大家老實說,我要to be honest to這一點 因為事實上我們是面對這幾年裡面 在整個民主運動裡面 大家看我們民主黨的角色和定位 是可能有一個民謀在裡面 特別是越是最深於那個 怎樣說呢 在整個民主運動裡面 突越高的朋友 我相信更加有可能性成為這個民主 就是那個行動聲納裡面的參與者 他對每一個政黨或者政團的看法 是更加清楚的 在今晚背景裡面,你說叫他 你聽扭人之頂 然後怎樣投的話 我又覺得又是另一個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真的要這樣歸結 就是作為一個是唱意 推動大家要珍惜和重視 這次是立法會選舉的重要性 然後就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鼓動大家去參與 去運用自己的智慧 去提清楚每一個候選人 所代表的價值和你是不是一致 我覺得這個是最實務的做法 事實上,你喜歡不喜歡也好 香港社會的民主,就是民主派的光譜 事實上真的由這樣去到這樣 你很難是要在這個位的朋友 去了雷敬山之後 就投票給很溫和的一營 倒回去也很難的 因此就是我相信 我要相信選民的智慧是最實際 還有就是大家是明白那個 所以我估計中間 其實最有效,最有可能的情景就是 會不會在那個民調出來之後 大家會因應自己那個民調的狀態 但可能是不同的政團 在某些位置 明知都是爛炒的時間 有些自己自行的動作去做 如果相信那個大的目標 這個我想是其中一個可能可以做到的 我想是自行的動作是自己退選嗎 聽不到 我想是不能退選的 就是大家說自行是動作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通常你開始 可能是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選舉呢 在前線參選大家都很明白的 你面對幾個挑戰 第一,當然是資源的問題 第二,就是有一些一路不失利的問題的感覺 那一次就是說 你有多強力去做你自己的選舉工程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 在整個局裡面大家怎麼看的狀態 不過我跟你說這個其實很難 因為自己在自己的選舉的選擇裡面 通常都覺得自己 通常都覺得自己 那個感覺是一定很良好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 一講就可能出現到 所以你看到就算在台灣做棄補也好 是很難做的一件事 就算做棄補也好 棄補也好 棄補就算是和黨裡面 有人出去選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了 不要搞亂局了 你都叫不到那個 那個你黨裡面的人 接受那個黨說要棄補力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艱難的 但我只是這麼說 你要相信那個選民的智慧 要一直觀察著 是嗎 選舉過程裡面 其實當你的形勢是走下坡的話 你會看到外面在街頭上的力度 是會相應地來接的 因為助選的人也不是傻的 他也會看著 玩玩一下 你好像很傻的 這是兩件事 這是情緒和自己的選戰裡面 心智是有影響的 我只是說這個是 真的參選過 你就會知道 你中間是受很多這些影響 是去決定 你這樣有多大的意志 去推動好好的完成那個選戰 這些都會反映了在最後那個 最終在選舉過程裡面的一些安排 你的能量 你的表現 是有影響的 而這些都會反過來 成為選民看見你的時間 去觀察究竟是在眼中 你有多有決心 意志去獲得可能的席位 我想我只是這樣說 好嗎 謝謝 這就是 最上一次都會輸過 輸過嗎 我輸過很多次 不是 你又不是輸過 我第一次輸過 我輸過 剛才我輸過很多次 關於零八年開始 計劃方面 不是太清楚 或者胡志偉 對於雷動計劃的主要擔心的地方 我聽到胡志偉所擔心的 是雷霆救兵的部分 我都明白 究竟如果當日投票那天 我覺得 所得到的資料不夠準確 可能是把最後雷霆救兵每一區的一萬票 推給一些可能不需要更多級的 有些是因為有機會贏 但就是因為少了胡志偉 進不去而令 那邊就未必真的幫忙 我明白可能有誰擔心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 其實是很可取的 當然第一部分 是比較令人失望的 因為它是希望那些政黨本身 泛民政黨 即是非建制 不要說只是泛民 能夠互相協調 即是每一區 預計回到上一屆 參考上一屆支持泛民的票數比例 當然考慮最上年的區選比例 再加上建制派 還要在這幾年裏面 那些數目 來到參考之後 知道每一區大概是學院 非建制派可以拿到多少個議席 然後你出多少張名單 我們就很容易做 即是我們支持泛民的 尤其是選民 我們不需要去考慮 哪些是假建制 又哪些是散兵 或者後禮之秀 現在很明顯的情況 就是政黨每一區 一定要有一個政委在這裏 這個都已經有進步了 但是當它在加上 另外那些新的組織 很明顯每一區的選票 是不足夠令到他們 這麼多張名單出處 即是很簡單來說 肯定戒票的情況是很嚴重的 即是如果你能夠 那些政黨可以坐得上 和那些支持民主那些散党組織 是可以協調到的 我們都不用這麼煩 那些選民 但問題是做不到 做不到的是 我們這些選民 又不想白白互相 求給一些純粹就自己喜歡的去求 結果可能是 好像上一屆 泛民的選票其實是浪費了40% 相對於協制派資 是浪費了15% 其實我們是需要研究一套的做法 如何避免浪費這些選票 而又可以推到最多的非建政派進去 我想這一個想法是沒有人反對 就算你們所有泛民的參選人 都應該是支持的 我就期望 與其在質疑這個雷動計劃 有些不足或者有些什麼不好 為什麽不坐下來和大教授去曼 去好好的商量 好好的協調 怎樣的做法是配合 令到這個計劃是做得更好 我暫時可以說到一個補充 這件事的民調 雷動聲立 雷動聲立原本是想招募 夜幾萬 當然這個距離實際相差太遠了 我知道戴教授原本的計劃 就是每個政黨被認罵 來參加一個獨立民調 現時是知道政黨不會給那麼多次 不過有人資助將會這樣做 有一個獨立的調查 有一個很客觀的民意做標準 希望變成如果是一些沒有機會贏到的 我可以在參選之前已經決定 反過來支持有機會贏到的選項 OK 謝謝 我先回答一下 我先回答一下 補充一下 然後我再補充 好 我先回答這位老友敬的說法 我相信 其實 那個政黨 都很希望 能夠有效運用我們手上的 正常來說 是比建制派多的選票 所以能夠協調得到 當然是大家都有一個期盼 在那邊 不過大家都 我只是這樣說 來到今天的時間 純粹是說 大教授可以怎樣做結局 因為已經遇到各種不同的阻力 其實這已經不是分析他制度行不行的問題 是遇到各種不同的阻力 有很多團體都不再談下去了 至少民主黨都用 善仲佳繼續去和泰教授談會有什麼方法解決 方法解決 但是 在各種選戰裏面 可能是大家對於整個選舉 特別是在散後之後的選舉 那個想法 各自是想像 那個圖像是比較上是 好像很百花成果 大家想想 民主黨自己就很清楚 我們就已經是 剛才你說 我們其實很清楚 縮起來 我們每區做好自己的基本功 其實這個是我們在黨裏面談了很久很久的事情 就是 很老實實 一個做開 有他的知名度 有他那個 所謂的 江湖地位 的人 如果他自己無端退的時候 我們接那個 其實真的接不足飛 很老實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我只是舉自己的例子 我不想講其他人 我講自己的例子 我上一年我四萬三票 但是前一屆 我們在民主黨加龍東這個選舉 你說我拿四萬六 我拿一萬六 我拿一萬二張票 我接一接 我已經不見了兩萬張票 那你可能會問 那兩萬張票在哪裡 為什麼不給你民主黨呢 就是因為你接的時間 不是一個人一個 而選民也不是這樣想的 不是這樣想的 我只能夠說 我也鼓勵 其實在整個民主運動裏面 其實我們要相信華淑哥一句話 真的只能夠堅持到底 你才有可能爭取到最後的勝利 如果我們只想談一件 拼一拼 又說有沒有個罷奏的話 那多數呢 走得不下去的 那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如果我沒有零八年那次的選戰的話 那其實我是肯定接不到 你說民意的票 那走了那一步 你就要堅持走下去 堅持走下去 那如果在往後的日子呢 我只能夠鼓勵就是說 就是所有的朋友 不可以一次的選戰 的成敗 是看自己在整個民主運動裏面 可以站在崗位 應該又是角色 那這個我是第一個 我是希望所有 就是有信念的朋友 參與的時間 應該有這個堅持的 第二個就是 但是也都是 在一個選戰裏面 事實上要面對的 是選舉的層面 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我說了 因為香港選民 是真的有一個挺大的光譜 你喜歡好不喜歡都好 那也是 經驗 正如剛才阿文宇 舉這個深水埗的例子 我舉自己的村子的例子也是 我由紅區變綠區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給自己的一個任務 我能夠是將 即我們是要做好 就是當我有一個光譽的話 我就要用心 將那個 就是戰區裏面的人 投票 投票的意向 不代表一個信念已經完全改變了 但是投票的意向改變了 他又投了給民建制派 願意走出來投給民主派的話 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而這些過程 是需要我們每一個參與的同事 都是願意 是花很多時間 心間細狀 這也是文朗經常說 就是我們要到區 怎樣去將那個信息 不單止是給學生 不單止是給一些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朋友 更多的香港社會的朋友 其實是很難談 很隔膜的 但是 如果你能夠令到他在投票行為上面 肯跟你之旗 是因為可能你個人的一些 在社區裡面的工作的話 其實這個也能夠幫助整個民主運動 我會這樣看 令到大家在想這件事的時間 願意接受 是各個人在不同的方位上 他的工作其實都是非常之重要 而令到整個民主派的壯大 是最重要的 希望我答不完你的問題 就知道了 不過我嘗試回應 我都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都真的要趕回去 今天是個時窗的個案 要處理 反映了 就是說 我們就有這樣的工作 好嗎 在這裡先說聲 我希望大家今天是非常之 深入的體內 可以有這麼多的掌握 不是 我嚇到老師 對 我現在來 我要先走 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要先走 我先走 對不起 我希望大家看到這個選戰 是非常之重要 每一個朋友在不同的崗位上 都可以付出我們的努力 是令到整個運動成功 謝謝大家